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显王论之 心地善良 善于持家 他陪同苏氏一起贬着到黄州 陪同苏氏一起开荒于东坡 陪同苏氏一起搭建了巡航 于是才有了东坡巡航 才有了千古名作 后翅必复 冰雪聪明的王昭云可以说是苏氏的红颜知己 当苏氏被遍离南贵州的时候 昭云坚决要跟他一起生死相存 所以有了那首昭云 不似扬之别乐天 恰如通德半林园的幸福 有了不合时宜 唯有昭云能使我的感慨 百家讲坛栏目 邀请南京师范大学立波教授 为您继续讲述戏的节目 唐宋八大家 上部 苏氏第二集 纯厚感 情感必成 说到东坡居士的情感历程 我觉得用一首诗 现代诗表现 最为贴切 那就是林徽英的那首千古名作 你是人间的四月听 最后的节语最让人感慨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听 对于苏东坡来讲 有三个女人 分别是爱 是暖 是希望 因为她拥有了这份爱 这份暖 这份希望 所以虽然苏大学是贝金坎坷 但是在人性的世界里 在情感的世界里 她得到的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听 对于东坡居士来说 爱 就是她的发妻 王福 暖 就是她后来细贤的妻子 王润芝 而希望 就是她最后的人生之极 王昭云 当然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首先我们来看 她的爱 王福 为什么说是爱是王福呢 因为王福是她的结发妻子 结发为夫妻 生死未可以 为什么说至爱 王福可以配得上这一句 你是爱 你是爱 因为苏东坡为王福写了一首 号称千古道王之首的江城子 十年生日 量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且你孤分 无处 化 西凉 纵是相逢 应不识 陈满面 并如霜 夜来幽默 不幻想 小旋创成梳妆 像古言 唯有泪千行 了得年年 短长处 明月夜 短 松岗 我刚才说了 这首词 号称千古道王之首 道王之作成千上万 当然古人只说道王 只是指道王王妻 从攀岳 到后来 哪来荣若 那么多美丽的诗篇词篇 可是这首词 却能称为千古道王之首 可见分量 我不由想起 我求学的时候 听我的老师讲过 他的老师 一代词宗 唐规章先生 唐规章先生 凭一己之力 耗十年之功 编转出全诵词 不称一代词宗 但我觉得这词宗之前 还要加两个字 秦圣 据说唐老 和他的妻子 早年患难之交 感情深毒 但是 那个时候 三几年的时候 国破家亡 唐老三十多岁的时候 发妻就离开了人世界 据说唐老后来 脱家带口 带着孩子 都靠他一人微薄的工资 支撑 但是一辈子 都没有再娶过 我入学的那年 唐老还健在 可惜我们没有听到过唐老的课 唐老当时已经九十高龄 三十多岁 发妻去世 一直到他九十多岁 终身未娶 据说每年清明的时候 回到他妻子的坟前 带衣杆洞销 吹销给自己的妻子听 用情深厚 至情至性 所以我听我的老师讲 当年唐老给他们讲诵词 有一刻 讲到江城子 唐老在黑板上写下这首千古名作 转过身来只念了一句 十年生死 两茫茫 眼泪就下来了 难以成言 所以最后和同学们 默然垂气相对 口中只有两句 苦啊 苦啊 所以我只是听我的老师转述 就觉得这是 人世间 再难以超越的课 最完美的课 一是唐老师 至情至性之人 二是因为 东坡先生的这首词 真的堪称千古道王之首 为什么这句十年生死两茫茫 却如此的打动人心呢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 苏东坡做这首词的时候 刚好四十岁 人到中年 尤其是经过青年的意气风发 到壮年的名满天下 突然面对了北宋历史上的 王安石变法 苏东坡不随波逐流 保持自己的意见 提出异议 结果受到 人生的第一轮打击 被外放 所有的理想 被现实扑灭 浇了个冰凉 所以在这个时候 夜来幽梦呼还乡 小宣窗正梳妆 这是说的梦 不光是 词中的梦境是梦 我想诗人也会觉得 人生大梦一场 人到中年 最容易产生这样的感慨 尤其是人生 跌宕起伏的时候 在现实的困境面前 内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就是曾经的爱 所以苏东坡在这个年龄 写出这首《寂梦》来 怀念他的王妻 尤其他那个不一样的妻子 内心曾经的温暖和依靠 感慨尤其沉重 苏氏的这首将成此 开了道王辞之先河 也成了道王辞之绝唱 一句十年生死两茫茫 道出了苏氏那无尽的哀伤和思念 有人说 时间是最好的两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切都不会再如最初那样刻苦迷信 但是在苏氏苏东坡的心里 时间似乎是永久的凝固了 小轩窗正梳妆 寥寥六四 当年王辞对境晚期化媒的模样 似乎就在眼前 那么这样一个 深深映刻在苏氏心底的女子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皇佛也是四川眉山人 苏东坡十四五岁的时候 据说有一段时间 失从皇佛的父亲叫王芳 王芳非常气重这个学生 后来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 开始苏东坡以为自己的这位妻子 只是贤惠而已 因为古代宋明开始宋明礼学 女子无才便是德 所以苏东坡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这位妻子到底认不认证 读不读书 虽然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师 但不知道 所以王芳深藏不漏啊 到关键的时候 比如说苏东坡背书的时候 背古书 背到哪一段卡壳了背不下去了 这时候王芳在旁边坐着针线活 突然来上那么一句点醒东坡 是的东坡突然恍然大悟 知道下面是什么 这时候苏东坡大吃一惊 哇 看不出这位老婆大人居然也是宝学之士啊 所以王芳有才 有才也就罢了 更让人感慨的是 王芳有心啊 作为一个女子 有识人之名啊 我们知道苏东坡的性格 喜欢交朋友 交了不少朋友 有一次带了一个朋友 新结交的朋友到家里来 两个人处息长谈 结果这个王芳就躲在这个帘子后面听 听完了之后 等朋友走了之后 王芳对自己的丈夫 苏氏说 说此人不可交 此人说话 都按照你的话头 琢磨你的心思 这是小人也 和这样的人交往 总有一天 你要栽在他的手上 东坡不以为然 可是后来 被贬惠州 被贬丹州 九死一生 万里头荒 都是因为这个小人的存在 这个人 就是东坡曾经认为的好友 后来 硬要置东坡于死地的张敦 而王芳在当年 躲在帘子后头 听听两个人聊天 就看出这个人的人品来了 就预言将来 苏东坡 要栽在这个人的手上 这份眼光 这份实践 在古代的女子里头 那不得了 两个人刚刚结婚的时候 苏东坡那时候年轻 而且兴趣都在 尤仙求道场 但是王芳怎么样 很智慧 并不是大义领然的 规劝自己的丈夫 因为说有一次 苏东坡搬了一处新家 然后在这个院子的地方 突然发现有个大坑 坑里头埋了一个瓮 一个罐 里头还有一箱扑鼻出来 苏东坡求道 一看高兴坏了 肯定是古人 藏下的什么神丹妙药 藏在这 被我发现 这一下可好了 可是王芳在旁边 淡淡的说了一句话 苏东坡立刻愣 想了半天 把这坑又埋起来 王芳说了一句什么呢 王芳说若婆婆在 必不取之 为什么呢 是因为苏东坡的母亲 我们知道 也是一个非一般的女人 苏东坡小时候 读后汉书这些 都是他的母亲成事 带着他读的 后来有一次 家里头院子里头 也是地裂开 发现底下有个坑 坑里头有个罐 仆人一摇 听上你叮咚作响 看来有金银猪宝 高兴坏了 大家都说赶快把坑挖大一点 然后取出来 但是程夫人怎么样 把坑埋了 即使金银财宝 与我们无关 而且这种什么 非分之财 不能取之 所以王芳在这个时候来一句 若婆婆在 这时候程夫人早已经死了很多年 但是王芳来一句 若是婆婆在 必不取之 肯定不会 对吧 苏东坡一听了 想起自己的妈 当年怎么教育自己了 是不是 但是王芳这一句话 轻轻的四两拨千斤 苏东坡赶快 把这官神药也埋了 也不取 不义之财了 所以你看 不仅是生活上 品行上 情趣上 甚至在人生的事业上 王芳怎么样 都能够和自己的丈夫 情投意合 志趣相同 所以 王芳真正的 贤魅住啊 所以 那一段的岁月 是什么 是东坡曾经 最幸福的一段岁月 再加上那时候 又是他意气风发 冥满天下 人生最顺畅的一段时间 如今面临人生的坎坷 回头来看 身边人已然不在 而人到中年 人世 沧桑之感 油然而生 这时候感觉到 孤独和无一的 苏氏苏东坡 回头想到 自己的发期 已经离开自己 整整十年 百般感慨 油然而生 因梦境 而成千古名作 将成子 自然 感人肺腑 所以这样的王芳 是 苏东坡的 爱之依靠 情之所济 后来 这个王芳死的时候 苏氏千里迢迢 把 王芳带回四川老家 安葬在 成夫人的 这个墓旁边 而且 这个墓的旁边 山地上 苏东坡自己说 亲自 种了三万颗雪松 祭奠自己的王芝 所以最后说 料得年年 断长处 明月夜 短松缸 就是种了三万颗雪松的 那个 松缸 当然了 我想 一个人种三万颗雪松 不太可能 况且 苏东坡这样的书生 肯定有家人帮他一起种 但是这份心意 这份依靠 这份挂牵 这份依恋 用三万颗雪松来代表 再形象不过 你想 他的爱 就在千里之外 那密密扎扎的雪松林中 明月夜 短松缸 这是 你是爱 王芙是爱 王芙去世后 另一位王姓女子 走进了苏氏的生活 他就是苏氏的患难之期 王芬芝 王芬芝 虽然他在财情上 不如他的唐姐王符 在财情上 不如后来的王昭云 但是 他却生性温柔善忍 是苏氏生命中 最为嘘寒问暖的人 公元1080年 苏氏 因为乌台诗案 被点黄州 生活极为困难 王芬芝 不但毫无怨言地 尽心照顾一家老小 而且还与苏氏一起 赤脚耕种于东坡 那么就是这样一位 贤惠的王润芝 为什么竟然会一把火 烧着苏氏的诗稿呢 再来看他第二位 续贤的妻子 王润芝 这就印了 明辉音的那句诗 你深暖 王润芝 对于东坡来讲 就是嘘寒问暖的暖 就是温暖的暖 因为 王芬是东坡的结发之期 而王润芝可以说是 东坡居士的患难之期 王润芝是 王芬的堂妹 对于这个唐姐夫 向来倾慕已久 后来在唐姐去世之后 东坡续贤 娶了王润芝 但王润芝确实呢 在这个才学上 文化上 可能比王府要差一些 后人常说的一件事 就是苏东坡 经受乌台诗案的时候 惊慌之下 苏东坡被抓走了 然后官吏来查操 苏东坡的家 然后这个 王夫人 也就是王润芝 惊慌之下 也是气愤之下 一把火 把苏东坡当时的诗稿 烧了三分之二 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你要知道苏东坡 文化史上的全才 既是天才 又是全才 他的诗作 是多么重要的 文化遗产 这一下 给王润芝 虽不说 烧了个金光 也烧了大半 但是毕竟 王润芝焚饱 使得东坡的诗作 遭受了损失 王润芝 你看 之所以焚岛 是因为乌台事案 而 东坡的乌台事案 就是他人生 真正意义上的 困扼之境的大转折 所以此后 东坡怎么样 黄州 惠州 丹州 从黄州开始 那是东坡居士的 人生低谷 而这段低谷 是谁陪他渡过的 是王润芝陪他渡过 我们知道 东坡居士 在这个 之所以叫东坡居士 就是因为被 作为罪官 被贬黄州团练赴使的时候 当时在这个黄州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一开始寄举在东高亭 后来实在没办法 家人都来了 一家子好多口 怎么办呢 衣食成忧了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幸亏当地的这个书生 马正清 向官府请求 才把东郊外 一片荒坡 几十亩地的荒坡 然后 让这个东坡去 让苏氏 去开墾 这个苏氏带领全家 不仅开墾荒地 还在这修了他的这个屋子 正常起了个 名字叫雪堂 然后在这儿 才渐渐地安定下来 所以苏氏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 就是因为这种现实的困境 那片荒地 那片荒坡 原来叫东坡 你想啊 既然是一片荒坡 原来都是什么 瓦砺碎石 要清除这片荒坡 苏东坡一个文人 一个书生 从来不干这样的农活 但是也不得不下地 亲自来干这样的活 但是其实主要的 里里外外操持的 应该是谁 应该是王润芝 但即使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头 王润芝也不只是管温饱而已 他虽然不像他的唐杰王府那么有才 但关键的时候 他的那一份暖 也促成了东坡的文学奇迹 你别说有一次 东坡和几个朋友聚会 聚会完的时候 回到家里头 几个人喝茶 谈点事 但是说没有酒 我们知道东坡是喜欢喝酒的 酒量不大 但是酒后 那种文学创作 书画创作 是东坡的一大爱好 说今天和几个朋友聚会 谈得很好 让没酒 哎呀 觉得不尽兴 这个时候 王润芝拿出一坛子 自己精心尝好的酒 如果不尝起来 说明前几天早给喝完了 关键的时候 看东坡异性未尽的时候 这时候把这个酒拿出来 说 既然如此 你可以和朋友 再去喝酒尽兴 东坡一看这壶酒 高兴极了 然后和朋友 放州江上 哎 怎么样 才有了东坡的千古名作 后吃必腐 三高月小 水落石出 所以 这个东坡 在黄州 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头 能和 王润芝相互扶持 是他度过这段 艰苦岁月的一个 重要的支撑 所以有时候 王润芝也会表现出来 让东坡非常惊奇的地方 就说 有一次 这个家里的 耕地的那头牛生病 你知道 全家就指着这头牛 开垦这块荒地 多重要 东坡看了半天 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 平常闹闹不言的 王夫人 突然走过来说 刺牛发斗斑 疗法当以轻号 坐舟淡去 如言而极取 什么病 怎么治 一清二楚 聊聊几句 苏东坡造的一座 果然 药道病除 这一下 让东坡居士刮目相看 所以后来又到影州 到扬州 苏东坡外放的这一段 艰苦岁月 就是王润之 陪伴他度过的 所以在东坡居士 最艰难的人生岁月里 在他人生冰点 在他人过中年 充满了畅畅感慨的 这种艰难岁月里 陪着他一步一步走过来 不离不弃 在这种人生的坎坷 与寒冷里送来温暖 是他的患难之急 王润之 好不容易 两个人相互扶持 度尽坎坷 到了元佑年间 苏世还朝 备受荣光的时候 这个时候 王润之 因为多年劳累超迟 尽老成吉 在汴京 这个一病不起 逐年 四十六岁 所以 王润之 是苏东坡 艰难困苦中 最重要的依靠 所以 才说 他是暖 他是艰难困苦 岁月中 那一点一滴 寝人心脾的温暖 在惠州市的西湖附近 青山绿树间 有一座六竹亭 亭后是苏世的侍窃 王昭云之墓 亭上有一部队延 不合时宜 唯有昭云能食物 独弹鼓调 每逢墓 被词经 今天我们翻看苏世的诗词 会发现 在王府 王润之 和王昭云之中 唯独写给昭云的诗词 为最多 那么为什么苏世 会如此偏爱昭云呢 陵南的青山绿水 又见证了多少 苏世和昭云的故事呢 请继续收看 有限的经历 杭宗八大家 苏世第二集 醇厚的情感立场 其实王昭云 出于东坡的时候 一般历史记载 才十二岁 当然有学者也说 十四岁 苏东坡一开始 外放杭宗通判的时候 在一次西湖聚会的时候 遇见了一个 歌舞班子里的一个歌迹 苏东坡当时 一看到这个 少年的昭云 非常喜欢 这个喜欢 绝不是男女声色的那种喜欢 而是 对音乐上的那种喜欢 就把昭云 买回了家 买回家中之后 还叫他读书写字 后来 昭云 也是 非常聪慧的 又修道 又修佛 都是跟着苏东坡 修道修佛 是到昭云到十八岁之后 在王润芝的提议和要求下 王润芝身体越来越不行 这时候 苏东坡才纳朝云为妾 到 苏东坡扁惠州的时候 张敦等小人构陷 这种亲政 新党掌权 这时候新党打击的矛头 又指向旧党 但是旧党中 你像司马光这时候已经死了 其实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就是苏东坡 所以当时的打击矛头 只指苏东坡 所以把他贬折岭南 岭南惠州 你要知道宋代一般来讲 贬官 都不贬到岭南的 岭南藏匿之地 一般贬到那 当时人认为 都没有活着回来的希望 所以苏东坡 让自己的儿子出卖 带着家眷 住在疑心 不要跟自己去领埋 只有这个小儿子苏过 跟着他去 然后遣散家中 嗜切歌迹 但唯有朝云 坚决要跟随 东坡去领埋 去惠州 所以东坡后来就带着 苏过和朝云 来到惠州 所以苏东坡有首 朝云诗啊 说朝云 不似扬之别乐天 恰如通德 伴灵人 虽然苏东坡当年很羡慕白居一 白居一晚年 这个后来做刑部侍郎的时候 据说续续续了一百多个 其中最有名的 樱桃樊宿口嘛 杨柳小蛮腰 樊宿和小蛮 但是最后 都离开了白居一 所以东坡讲 不似扬之别乐天 只有朝云 我比白居一强的是 朝云 面临人生的困境 从来不会抛弃我 跟随我一直去岭南 到了岭南之后 到了惠州之后 两个人在岭南一发现 惠州原来也是非常好的地方 还有荔枝吃吗 日淡荔枝三百科 不辞常做岭南人 又有朝云这样的人生知己相伴 所以一开始苏东坡在惠州 过得还是有滋有味的 但是有一天 东坡让朝云 唱自己的那首名作 蝶恋花 花褪残红清晰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至上柳眠催又少 天涯何处 乌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笑 笑见不闻 声见敲 多情雀备 无情恼 但是朝云怎么样呢 朝云据说 歌后将转 泪满一惊 唱不下去 只占 只占 结其故 曰 奴所不能歌者 之上柳民 春又少 天涯何处 无芳草 本来这首词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悲哀之处 为什么朝云歌喉将转 却突然泪满一惊呢 唱不下去 说奴所不能歌者 之上柳民 吹药草 天涯何处 无芳草也 这两句 为什么让朝云唱不下去 甚至泪满一惊 这就要说到 为什么朝云是东坡居士的希望所在 因为只有朝云才是东坡的知己 因为只有朝云才有资格说那两个字 懂你 苏氏当年还朝的时候 又是一时风光无两的时候 有一天回来 夏朝回来 跟家中的士气歌迹在一起聊天 突然苏氏是一个很喜欢开玩笑的人 东坡居士 乐天派很喜欢开玩笑 指着自己的人过中年发福的肚皮说 你们猜这里头是什么 有一个士气就说了 苏大学士 当然肚子里头是一肚子苏了 东坡笑一笑 摇摇头 另一个又说 那肯定是一肚子学问 一肚子智慧 东坡还是笑着摇摇头 这时候 这时候朝云在旁边 一声常叹 说了一句话 你那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东坡听了放声大笑 只有朝云能使我 所以我们一般觉得天涯何处无芳草 不是好话吗 好词吗 但其实这句话的典故 出自于屈原 屈原的黎骚里头说 何所独无芳草西 又可怀乎固语 虽然屈原被流放 世间何处无芳草 那你为什么老是牵挂着固语呢 你心中的家国 心中的天下 还是放不下 所以东坡局势被别挥州 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旷达的性格 让他好像把这些坎坷都放下了 但是那句墙外行人 墙里家人笑 可以看出这个有志之士 心中的落寞 所以一句天涯何处无芳草 是内心中自我的宽慰 看上去一种豁达的姿态下 其实含藏着一种 一肚子不合时宜的 孤愤与悲凉 这种心境没人能读得出来 但只有朝云能读得出来 所以歌喉将转时已然泪满一击 后来朝云 毕竟体质不像苏东坡 来到岭南藏力之地 后来还是气候 气候原因生了重病 一并不治 最后 含泪而逝 逐年三十四岁 东坡居士痛彻心扉 在藏 昭云的这个六如亭 惠州 这个西湖边上 所以说有东坡居士 亲以一连 叫 不合时宜 唯有朝云能使我 都弹古调 每逢目语 被撕清 你看 从王府 到王润之 到王遭云 你是爱 是暖 是希望 而且巧的是 这三个人还都姓王 三横一肃王 我觉得苏东坡就是那一肃 他照三个女子的人生 串联在苏东坡精彩的人生里 她们的人生合起来 就是完美的人间四月天 谢谢大家